歡迎大家出席2021-2022年度《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二輪賽事 今天辯題是《香港應引入轉彈法》 對賽雙方為正方麥瑞南書院 對反方德蘭中學 先為大家介紹雙方辯園 正方主辯張凱傑 第一副辯孔逸豪 第二副辯古卓謙 以及傑辯陳豪正 反方主辯陳詩敏 第一副辯梁欣欣 第二副辯楊可宜 傑辯劉思琦 再為大家介紹三位評判 他們分別是 中文辯論隊負責老師李梓正老師 香港樹人大學中文辯論隊前面袁剛樂文先生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辯論隊隊員劉卓瑩小姐 本場比賽分主辯 台上發問 一副二副 台下發問 傑辯共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為四三三四 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三十秒有一丁提示 叮 夠鐘則有兩丁提示 叮叮 超時十五秒則會有三丁提示 叮叮叮 屆 屆時本人將會打斷電源發言 並且停停和扣分 明華到網絡會有遲換 甚至可能聽完清楚中聲的情況 較11點充足 每次發言時我會把手藝提示 - 便員有責任去留意螢幕 以及也不建議你們chu中 needs 太小時間 15個人換不錯 期裔的譬如RAC 歡迎 主席群伴作者各位大家好 自千禧年代 戰勝遊戲大量在各個平衡武器 近年遊戲商謀利的方式 逐漸由安裝遊戲的時刻收費 變成加入遊戲內貨金的設定 而在不同的消費模式裡面 其中最為盛行的就是虛擬抽獎 也就是變體中的轉彈 這種方式吸引了不少玩家 投入真金白銀參加虛擬抽獎 業務所由例如 怪物彈珠、龍族、平圖等轉彈的營收 達至100億美元一年 然而遊戲內轉彈 機率的透明度一直為人所詬病 不少遊戲的轉彈根本就沒有公佈 中獎機率 即使有公佈機率 機率甚至可能都是假的 而現今香港沒有法例規管虛擬抽獎 因此本地的轉彈機制可謂無謀言 完全由遊戲生自己決定 令消費者的權益 掌握在廠商手上 而今日面提中的轉彈法 犯低於規管虛擬抽獎的法律條文 無論是日本的警官標示法 中國規管虛擬抽獎的條文等 都達到規管虛擬抽獎的目的 因此都是轉彈法 假如今日政府想透過完善賭博條例 迫大娛樂法培規管範圍等方法規管轉彈 亦都算是轉彈法的一種 而我方提出香港所有包含轉彈程度的遊戲 都要公佈轉彈機率 並獲得國際國益研究室GLI的認證 GLI會使用RNG24小時無間諜測試 並抽查遊戲抽象機率 確保轉彈機率的真實性 再者GLI作為一個第三方獨立認證機構 會由公司遞交申請開始從測試監測 抽取資料到通過認證後持續抽查機率 都一手包辦公平公正 因此我方今日行量辨題的標準在於 設立轉彈法能否保障消費者的權力 我方贊成辨題的原因有二 一、不公機率 蒙騙玩家 立轉彈法 防止避壓 根據台灣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的調查顯示 近七成的手機遊戲 是沒有公佈付費轉彈的得獎機率 而現時香港亦沒有任何法律 強制公佈遊戲轉彈機率 因此大部分上街遊戲都不會公開 令課金的消費者無法知道中獎機率 即使有公佈機率 公眾也無法辨認機率的爭執 被欺騙和誤導使用的轉彈系統 植入了稀有獎品五星角色的限制器 令同一十抽抽到多個五星期有角色的機率減低 而遊戲權王九十八終結之戰 所標明的三花絲抽中的限定角色 原來是指所有角色中抽到特選角色的機率為三花絲 這種不透明的轉彈機制下 玩家根本沒有得知真正的轉彈機率 當所有遊戲的抽獎機制 都要得到國際研究的博弈室認證 確保機率是準確無誤 就可以令虛擬抽獎的機率透明化 大大保障消費者 課金轉彈作為線上消費的一種 消費者的知情權利已經得到保障 而在我方方案底下 玩家不會再因為不知道機率 而無犯衡量課金轉彈的成功機率 亦可以防止玩家因為遊戲商 所公佈的虛假機率而抽獻 而堵塞現存法律漏洞 拒絕再造廠商幫兇 正如剛才所說 香港占沒有任何法律規管推移抽獎 令香港在監管線上博彩類消費的 法規上全球漏洞 律師葉盡遠表示 香港遊戲監管款松 令課金轉彈這些服務 不受現行任何法律涵 香港現時在市面上有賭博成份活動 規管十分嚴格 例如和轉彈性質相同 同樣被視為博彩的扭彈 則要被規管 原來當扭彈的貨物格價相差太遠 就要申請月落牌照 同理轉彈的獎持有價值高的武器和造型之外 同時有低價值的金幣、寶石等 既然其他博彩活動已經受到賭博 條例的監管 遊戲內的虛擬抽獎更加需要規管 因此在我方方案下 依舊所有包含轉彈遊戲心靈國際博役研究室的認證 並公布機率 可以令這些虛擬抽獎和其他 含有博彩成份活動體系 懂得長久以來的法律漏洞 最後想問問有方同學 覺得課金轉彈的消費者權益 需不需要受到保障 如果需要又打算如何保障呢 多謝各位 聖方主便發言時間為3分54秒 無過時無需求分 接著又是反方主便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正好鏡頭示意 請問聽不聽 請 3 2 1 叮 主持評判 助助各位 大家好 來一句歸納遊方的立場 用法例規定遊戲廠商公布轉彈機率 就等同可以保障換家 但請大家思考兩個問題 第一 如果機率沒有公告 就等同錯和需要被法律制裁 同樣是付錢去抽的扭彈、盲盒 甚至是出奇彈 是否都有問題 下一次香港是否要引入 扭彈法、盲盒法和出奇彈法呢 第二 如果法律有方說到 禁有效和無障礙 那為何只有極少國家選用呢 而請有方交代清楚 其實有方所謂的GLI 在現實中 全球各地虛擬遊戲都沒有引入做認證 因此第三方 有方由誰擔任 如何選出 又如何確保他們公正呢 任何法例說完異都一定未好 但要考慮現實 我們就要實際地去審視立法後 對換家而言 是否真的做到保障 又有沒有立法的必要呢 而我方反對變態 原因有二 第一 法律方案存在漏洞 實際上難以執法 有方提出的轉彈法呢 是要求遊戲廠商列明商品 重獎機率 但條款根本追不上遊戲的變化和更新 實質應用呢 容易引起混亂 根據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公布的 《中國轉彈機率公告規例》研究指出 實成的遊戲都將機率放在 換家無法直接提到的地方 至於重獎機率如何計算 也從來沒有清晰的標準 重獎機率要在哪裡公開 怎樣公開 寫在無人看一筆布那麼長的使用條款算合法呢 來一起看看實行了轉彈法的中國實際案例 在2019年中國遊戲《戰商拍子深》被告上法庭 原因是即使遊戲廠商清楚列明 抽夠60次保底機率才是1.9% 基礎掉落機率是0.5% 管家看漏保底兩個字 要視以心理預期和現實有出入 為由控告遊戲廠 我寫明你看到 這樣都可以立案起訴的時候 爭議正正就緣於轉彈法不清不楚 再者法庭可以如何確保遊戲廠公布的正確機率呢 又是叫遊戲廠自白 但如何確保他們不會監守制度呢 再不然就設立第三方認證 單找誰認證又理由誰夠資格認證呢 法律上標準模糊 執行上問題多多 根本就難以執法 第二訴訟成本高 難以保障市民 轉彈法的本質是保護和追收財產 因此律政司作為政府的代表 是不會主動起訴和公眾利益 不相關的轉彈法 所以就算立了法 要起訴 就要聲斗小市民自行守正 自費聘請律師 向資產鼎盛的遊戲廠商作出起訴 而現實中 以上任何一項都足以令本家止步於起訴之前 不計其他課費和時間成本 只是計律師費 用中委數處理案件時間10小時 和中委時薪計算金額 都要足足82500元 普通市民根本不可能應付得到 又有誰會作出起訴呢 因此就算引入了轉彈法的中國 案例都少之有少 現實是根據 Can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發表對於中國遊戲市場的調查報告中指出 有5個巴仙遊戲公司沒有公告轉彈機率 同樣沒有任何人控告 法律淪為無牙老虎 最後有方同學都問到我方 究竟怎樣保障消費者 但今天我方看到的有方的轉彈法下 根本就保障不到入消費者的時候 想問一下有方同學 下一次香港是否要引入 劉淡法、麻合法和出奇淡法呢 多謝各位 反方主便發言時間為3分54秒 無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去到台上發言的環節 先由正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員向反方主便提問 發言時間為1分鐘 接著反方主便為1分鐘時間準備 再1分鐘時間回答 提問和準備一樣 在限時到達前15秒將會有一丁提示 叮 夠鐘即有兩丁提示 叮 接著就會反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員向正方主便提問 在這裏提醒評判注意你填寫分數的次序 反方分指第一格依照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的分數 現在又請正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員發問 你1分鐘的發問時間準備好整合鏡頭示意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 剛才有方同意跟你說我們不需要保障消費者 因為這個GRI做不到 但我們看到今天GRI做不到是做得到的 因為它是第三方全世界最有公司的機構 是能夠抽取這些機率確保它是真的 所以想問有方同意在立場底下 是不是我今天舉出多項例子 是哪些遊戲商可以輕易走法律扭動 去欺騙這些消費者的時候 你們都覺得沒問題 多謝各位 反方指定一分鐘準備時間開始介紹 反方指定一分鐘準備時間開始介紹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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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丁,预备时间结束,请反方转变回答,你一分钟的回答时间准备好转向镜头示意 准备好 3,2,1,丁 绝绝各位,大家好,首先多谢有方的提问 但有方你冷静点,有方不是说不保障消费者 问题是你转弹化下保障不了 你所谓的CLI是有世界最有公信力的机构 为什么没有国家使用呢? 你说到这么有公信力的时候 为什么台湾在讨论全单法的时候 其实也是有讨论过要引入GLI进行认证 但实际是因为最后没有成立的时候 为什么你要说到第三方认证就可以做得到呢? 多谢各位 有请反方派出位台上门发问了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转向镜头示意 各位,大家好,其实有方全方案的关键就在于第三方认证机构 转单法下除了商品说明条例都处理到的 游戏中的机率和宣传机率不符合之外 有没有任何案例是以第三方认证方法发现到厂商机率虚假 然后检控入罪呢? 其实我们看到中国其实都实行了转单法 但都是有5个巴仙的游戏厂商都是没有公布机率的时候 其实有方想问你除了GLI根本就没有国家使用的时候 还有没有其他国家是引入了第三方认证和它的机构名呢?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大家好,剛從學就說GLI在全球就沒有公信力,沒有什麼國家用 但是GLI為全球有360個博彩監管機構指定的官方測試12月10日 它是360個,還有480個國家都在用 為什麼台灣沒有用呢? 就是因為台灣未立轉彈法 中國用不了,是因為中國的轉彈法沒有完成 多謝各位 台上發問環節結束 依舊請正方第一副片發言,有3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鏡頭示意 3、2、1,叮 主席、評判,大家好 其實我們聽完有方主片4分鐘的發言以及台上發問之後 我們不難發言有方同學今天說什麼 有方同學說我們現在不是不保障私威者 純粹是有方同學的方案保障不到的問題 有方同學你有沒有提出一個實際有效的反方案?沒有啊 有方同學 不然你下一個便會提出一個給我們GLI公佈機率更加有效的反方案 現在副環節 我們不妨用目標手段成效來解放今天雙方的主線 第一目標其實我們今天看到 我們今天看到外國的案例 香港的法律 種種 香港法律的漏洞 外國這麼多的欺詐案例 有方同學就跟我說 其實我們現在保障不到我們就不需要保障私威者了 這個就是有方同學四分鐘走出來跟我們說的話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我們現在要微語籌謀 有方同學你剛剛也會說 市面上有近七成的遊戲 你是看不到它的機率在哪裡? 有方同學為什麼我們今天立轉單法要求公佈機率是有錯呢? 有方同學如果根據你的邏輯 我們的賭博條例是不是不應該存在呢? 我們是不是不應該保障任何消費者呢? 有方同學跟我們說 我們現在立轉單法其實是沒用的 換家需要自行手證的問題 有方同學我們現在的方案是怎樣? 我們現在的方案是要求所有遊戲廠商 他們申請GRI的牌照驗證的 有方同學他現在連GRI都申請不到 他根本就不會上到 不會被找到上架 他既然也不會被找到上架 怎麼會有這些需要自行手證去告人的問題出現呢? 所謂有方同學 所謂有方同學我們保障不到消費者 又怎樣解釋到呢? 第二手段 有方同學今天跟我們 其實現在的問題還沒殺到身 我們不需要解決的 不過不要緊 我們先看看我方的方案 我方今天提倡立法強制所有遊戲 公佈它的轉單的重獎機率 並且領取GRI的驗證 在現行的制度之下 就如有方主編剛剛跟我們說的一樣 大部分的轉單都是沒有公佈它們的機率 甚至有些遊戲公佈假機率 蒙騙換家 有方同學這個是不是因為 這個是不是又是不需要保障 不需要被規管呢? 有方同學今天走出來跟我們說 其實GRI有什麼人用呢? 有方同學現在我們看到 GRI是超過360個博彩監管機構的標準 以及指定的驗證公司 有方同學你的論點又如何成立呢? 有方同學今天跟我們說 其實GRI完全跟不上它的更新 跟不上它的機率 問題是有方同學我們看看 GRI是怎樣做的 GRI做的是什麼? 它們是抽查你的原編碼 並且透過用這個全球最頂尖的RNG技術 它不斷地測試你的機率 是否有錯 而且今天遊戲廠商 它要更新 它要加入新的機率 加入新的抽搶 就要向GRI官方申報 否則就會被撤銷牌照 一旦發現 並且GRI它會採取這個售後服務 它在頒發牌照之後 依然會不斷地抽查 有方跟我今天的說法完全不成立 最後我們來到成效這方面 我們今天看到遊戲商 鏈造操控的情況 比比加士 而我方選擇未雨晴謀 在香港有案件發生之前 將漏洞堵塞可言及早強制 所有遊戲商公佈 他們的中獎機率 是無障消費者權益的 不疑法門 有方同學 根本就是假猩猩毫不作為 所以今天的編題 必須成立多謝大家 正方一步發現時間為 3分11秒 沒有過時 無需扣分 接著有請反方第一步便 你要3分鐘發現時間 準備好整理鏡頭事宜 對 試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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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聽到 聽到嗎 聽到嗎 你的鏡頭可不可以教我 高時 可以 OK 好 3 3 2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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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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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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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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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4 5 5 5 6 6 6 5 5 5 6 5 5 5 6 5 5 6 6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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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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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 5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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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5 6 6 而游方就要论证一个怎样解决 今天也有问游方 台湾和日本为什么在争议过后都依赖淡淡法 游方没有解释 错,游方没有解释 实际原因是日本的景品法和台湾的公平交易委员会 相对于香港的商品说明条例和消费者委员会 都已经有足够的法律效力去监察游戏厂商 不可以是作假机率 所以说真假,香港本身都已经有法律去规管 就不需要再立立转淡法一个没用的法律去规管 多谢各位 反方一副发言时间为2分51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去到正方第二副面 你有3分钟发言时间,准备好清亮镜头示意 可以 3,2,1,叮 主持人评判,各位大家好 来到2款这个位置 我听有方同学说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中国做了,没有成效 为什么整个转单法就做不到 但是有方同学,你看看今天中国的方案和欧方的方案是否一样 原来中国今天只不过是文化部 我建议他们去公布这个机率 那你公布不完,当然没有 有方同学,因为根据他的方案不是这样的 其实说到这里,今天有方同学一直跟他说我们要保障 但是你在做什么呢 你在做什么呢,就是不保障他 所以麻烦有方同学在下一个面位把最后剩余时间和我们解释一下 今天你怎样保障消费者 好,今天来到这个二负的环节 我们用三个点解去概括今天这场辩论 第一,为什么要立转单法 刚才有方同学,其实今天完全忽视了这个转单法的迫事性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起一案之间的台湾已经有这么多欺诈的问题 有方同学继续跟他说我商品说明条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先有方同学,今天商品说明条例是他犯了事 骗了人之后你才去罚他 你们罚不罚到有没有成效公布到机率 有没有第三方认证这个是后话 但是有方同学,我们今天做的事是未雨沉迷 你今天做的事是等他骗了人之后才再去解决这个问题 是亡羊保罗的 所以相较之下明显我方方案更胜一筹 到了第二,有方同学说今天这个方案有漏洞 所以就不应该做 但是有方同学,我们今天只不过叫他公布一个机率 跟他说是给消费者知道的时候 而我方今天再三强调这个GRI是一个全球工事顶尖的东西的时候 有方同学为何还要这么抗拒呢 到了最后有方同学说我成本 我们今天告不到他,所以就没用了 但是在有方同学,我们今天赌博条例我也告不到马会 在有方同学的立场下赌博条例也是形同驱斥 也是没有用户斥 我们今天看到法律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看到我们是要公布他 所以他公布了就有得做 没有公布到就没得做了,有方同学 而为什么要用GRI,我们再重复一次看看这个GRI有什么用途 先说一,是一条龙服务 是由这个审查机制之后每年都会审查一次 并且用全球第一顶尖的RNG技术去做审查 而是24小时无间断去抽查这个游戏究竟有没有造假机率 而是第三方认证独立公平公正公开公信 而是在480个司法制度以及360个国家都有独立的实验室的时候 这么有公信力,一个这么强劲的认证的时候 为什么有方同学还要跟他说没用,做不到 你这个方案今天有漏洞 说到最后有方同学跟他说 这个GRI原来是老虎机 对,有方同学GRI的确有老虎机的服务 但是我们今天看看我们2021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来我们香港本土的麻雀游戏机开局 以及一些外国顶尖的一些游戏 就已经是设立了并且是获得了这个GRI的认证 就是特大出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这个GRI是可以用游戏做的 所以有方同学,今天不要再混淆时间了 今天GRI根本有得做,而且今天便是绝对成立到这个位置 正方二副发言时间为3分06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来到反方第二副面 你有3分钟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去镜头示意 准备好 3,2,1,叮 主席,评判,卓座,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学对主演单法抱出一个理想的憧憬 但现实是否真的有方同学想到这么简单呢? 来到依赴威之 我想带大家由三个必经的步骤去审视现实中 是不是真的好像有方同学这么理想? 第一,公布机率 今天有方同学想到很简单的 他认为立了法就等同玩家都清楚知道所有机率 但规定公布机率为什么就等同保障玩家呢? 游戏商要合法的门天过海方法 没有最多只有更多 写了就算合法了 七成都写在无法直接看到的地方 主便说了 有玩过手机游戏的人都知道 港抽奖永远不是只抽一两只 而是一抽随时上白甚至上千 好像隆续拼图魔法石抽蛋 一抽有机会中的角色 是294个手机屏幕 随时小过有方你和我手中的提示卡 不要说294个机率在上面 即是50个 有方同学看不看得清? 反正我方就看不清了 有方理想之中的公开、透明、保障 根本就不现实 好了 第二,第三方认证 今天有方同学以为自己想得很全面 可以加持第三方验证 确保游戏相公布的机率正确 今天有方同学就跟我们说GLI 但外方由台商发问到一副都已经跟有方说 完全不可能 甚至有方同学都会说 只用在麻雀的游戏上 甚至不是我们平时可以抽奖的虚拟游戏上 今天有方同学拿着一个听歌的耳机 给一个听不到的人 完全是乱来 反正今天有方同学给第二个第三方验证公司 给我们一个有效可行的第三方验证公司 但实际上 连台湾工业局也是研究之后 表示这个问题 他们都解决不了的时候 请问有方同学 你怎样解决台湾举国上下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所以所谓的第三方验证 其实全部都只是有方一美的理想 实际上完全不可能 第三,訴訟 有方今天理想之中 有立法就有保障 但其实中国立了转弹法之后 有个游戏 战争拍二手 正正因为转弹法 衍生了十几宗的法律 九分 厂商机率 游戏中联名抽中S級的几率是0.5 保底几率1.9 而游戏以外的宣传 就写有1.9个百分比几率 抽到S級 就被十几个人告 结果全部败 还被视为是恶意訴訟 影响游戏公司名誉 请一方跟我回答 这件算不算因为立法而引起的纷争 而绝大部分人货金都是一百几十 绝对不会去打一场十八万元的官司 上到法庭请顶级律师掌握关键资料 控制权的游戏商有利 还是连律师费都未必给得起的小市民有利呢 多谢各位 淡方二副发言时间为2分59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现在进入到台下发问的环节 双方都会各有两轮发问 请政方派出位台下辩元发问 辩元料开开镜头和一试一试麦 试麦试麦 清楚 3、2、1 叮 主席评判在位,大家好 其实众观全场有方和我完全没有交代如何保障消费者 不过不要紧 今天来看看有方第二个论点 因为小市民不能负担得起诉讼费 又说他们要聘请大律师 他们就告不到游戏商 首先我方的方案 已是说游戏商上架的时候 已经要申请验证 所以如果他通過不了驗證他已經不可以上架 再說如果他是申請不到律師的 他訴訟不了 那是不是現在所有商品說明條例等等這些法例都不應該設立呢 就是因為這些小市民根本就告不到商家 告不到公司 所以請有方堂論證 都是各位 反方已經有1分鐘預備的時間開始計時 謝謝 福 müZwczyk 富 tant無知 君主傢俊 不聽聽到嗎? 沒有問題 V右 dalla是 也沒有問題 與一直評判在處而已 大家好 今天一定有朋友地去問市 驗證後 之後就可以減低這個機率錯的問題 但是今天有方跟我說到 你的這個驗證這麼好的時候 為什麼台灣談完之後又沒有立法呢 為什麼某國家選用有方所說的GLI呢 而今天有方看到第三方驗證 有方是確保不到 確保不到會不會跟遊戲廠商一起去欺詐 是你確保不到它的公平性 所以有方跟我說的第三方驗證 會是 我想問 不好意思啊 因為我其實中間也有些聽不到它的回答 我想問是只是我主席我聽不到還是 大家都聽不到 聽不到啊 聽不到 對了 對了 這樣的話 這個場內事事的情況 我有評判去決定 你們認為應該是比較合理的做法 是請他重複多次的回答 還是你們就著你們聽到的內容 去作出評分 三位評判 你們覺得 我覺得可以再回答多次 另外兩位評判同意嗎 OKOK 好了 不好意思 因為同學你剛剛回答的時候 可能你回答的鐘頭呢 是突然斷了聲音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Mill了自己 是啊 所以請你重新再回答一次 還有留意你的麥克 不好意思 3 2 1 主席評判 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學和我方說 有這個認證之後就可以 有這個認證之後就可以減少這個 機率不實的問題 所以就不會去到 部長法庭的這個過程 但是今天我看到 你的認證是 為什麼台灣談完你的認證之後 都是沒有立法的呢 那就是代表有方所說的認證 其實是不成立的 而另外呢 有方同學所 有方同學說到 你的第三項驗證這麼好 但是你又確保不到它的公平性的 所以 所以今天有方同學 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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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是否 主席,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这位同学,他人是身在内地的, 我们知道他的网络上真的差一点, 我都不肯定这个情况你们应该怎么处理, 不过向你表述这个情况,不好意思。 明白,因为公平起见,同学已经重复了发言一次, 我都在这里代表错了,可能没可能再重复一次, 唯有评判就着他刚刚都,今次多过40秒的发言, 都可以就着他刚刚的回复,再出一个评分。 明白了网菜,大家都有难度。 好,现在就有请反方派出台下电源去发问了。 先试试,试试。 好,清楚了,3,2,1,叮! 各位,大家好,提早全球认证好吃, 有丰富的维他命,不过我的狗吃了会死, 却欠不到任对全球认证的益处, GLI应用乐,虚拟游戏都一样, 今天游方大打第三方认证,指出GLI机构用RNG验定方法, 等一下,现在不是说老虎机割自己, 是说GLI没有接触过的虚拟游戏,不是说博彩公司, 而是说全球的各个立法机关, 为什么任何一个国家就虚拟游戏 立法引用过游方所说的验证技术呢? 为什么GLI没有试过验证任何非倒薄性的虚拟游戏呢? 游方直接回答我两个问题, 有没有任何一款GLI证明过是能够成功检测的虚拟游戏呢? 而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立法机构 引入过GLI落转弹法是成功执法的呢? 多谢各位 警方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开始计时 你会不担心地在这里 您lette证明一下 你们练的定罪 您有什么东西 您看您 recorded 您举手 您担心地 您感谢 特张 準備時間結束,請正方派周圍邊緣回答 請你一分鐘的回答時間準備好,請我鏡頭 3、2、1,丁 各位,再一次,大家好 剛才多謝右方的發問 有分頭跟他們說,第三方認證,這個GRI是做不到在遊戲上面的 但先看熟一點點 我們只能開國麻雀遊戲,天謙德州這種遊戲全部都拿了GRI 所以有分頭在後場位置,不要再跟他們說做不到 因為我們確實看到是做得到 有分頭再跟他們說,我沒有國家做的 但首先我不明白有分頭的邏輯 由於台灣拿不到法,他們自己內部有些糾紛 那是否代表我們不應該做,是否代表這件事沒得做 首先我們主要一、二、三個便位已經重複多了這個GRI的重要性 所以按照友方同學的邏輯 其實今天香港特別行政區都是一樣錯的方法 一國兩制都是做得不對 因為友方同學說,哎呀,友方同學說,哪個國家這樣做 那是不是就是錯呢? 今天不是嘛,今天我們是審視這件事 我們審視一國兩制對香港的重要性 審視轉單法對香港的消費者的保障 所以友方同學,今天這個論點都說不過去 謝謝各位 現在輪到第二輪的台下發問 請正方派出第二條的台下便員去發問 開啟鏡頭,請示威 示威 好,你們一分鐘發言時間 3、2、1,叮 主席、評判組,大家好 今天友方一虎就出來和我們說 說顯示這個轉彈機率是一個很長的一段字 或者在玩家根本看不到的地方公佈 想問顧客看不到是否代表不應該做呢 我方的方案是在上架的時候已經得到GLI驗證 所以如果有方同學覺得見不到機率就可以不用公佈 想問現在所有遊戲根本都不需要公佈機率 是否因為玩家不看看不到就不應該公佈 還是安裝一些應用程式的用戶協議 都應該不用顯示呢 是否因為人們不會去看或者看不到就不應該去顯示呢 今天見到中國的方案就是 它已經是要求遊戲放在官網或者放在遊戲裡面的顯示的時候 今天再配合這個GLI驗證 為何做不到我方所說可以保障消費者的效果呢 多個位 打開我一分鐘時間準備開始計時 在教課後 打開我 今天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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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团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沒有,GLI去驗證非賭博虛擬遊戲的例子 沒有,一句概括,有方全場是運用不到在虛擬遊戲轉彈的技術去扮有可能性 有方說的RNG,全名是random number generation 即是隨機掃生器,用在賭博裏面隨機派牌,隨機摘釋 它是生成器,而不是有方所說的抽查、審查 更加重要的是它是獨立生成器 有方說的麻雀遊戲很可能已經在開發的時候 已經跟GLI去合作 但對於本身而有不同抽彈機率的程式的不同遊戲 包括戰棋、包括競技、包括角色扮演的不同遊戲來說 如何做到外部介入、言證、真假呢?多謝各位 正方一分鐘的預備時間開始計時 再到後去看看 選擇你 您 這麼 在 最 準備時間結束,請正方排除委員會回答 主席評判主席大家好,想多謝有方同學的問題 但問題是有方同學我想問一下,有方同學其實你根本有沒有聽過我們說話 有方同學你們依然在質疑我們的GRY以及他的執行方法 有方同學我們先看,GRY在外國Strive Gaming公司都是有自己申請的驗證 那為什麼做不到抽查以及驗證這些非賭博的遊戲呢? 再來我們再次澄清中國立法並沒有強制所有遊戲商公佈機率 它只是文化部建議所有遊戲自主公佈機率 再來有方同學你不是看到RNG這三個字就隨便塞三個英文字進去 有方同學我們今天看到GRY他在做什麼? 抽查完編碼並且使用RNG的技術去測試它的機率 是否有背後的隱藏機制在寸改機率 有方同學完全看不出有什麼問題 完全看不出有什麼東西是不可行的,多謝大家 學校發問的環節結束 現在是傑片準備時間,雙方傑片都有1分鐘時間預備 開始計時 跟你說要非突然同學會 是否見面會很佳全 學會 也是 反正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预备时间结束,先由反方结辨作总结,你要4分钟的时间准备好镜头实验 反方结辨的同学,请离开 不好意思,3,2,1,丁 不好意思,还没准备好 可以 3,2,1,兵 主席、评判、佐々各位,大家好!我都有玩游戏抽包 当然都会幻想抽中什么什么,我就打遍天下无敌手 但是抽不中,做不到,就一切都是空想 今天友方高拒转胆化,不断幻想结果而论证不到过程 无限简单化一件国际上讨论了很多年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完整地做到的事 是因为友方有太多事情,不知道 首先,谈立法变题,而友方不知道什么是立法 法律作为最强硬的最终一步 要具体越清晰越害可执行 但友方全场都说不到,转胆化怎么在游戏中灭出几千项的中奖几率呢? 如果在网站的隐蔽角落,而玩家入游戏看不到,那么抽包算不算虚应故事? 评判们,你们有没有试过下载游戏进去的时候见到万多字的条款? 请问你们是不是一数到底直接那么同意呢? 转胆立法,何以执法,无论证 其次,友方不知道什么叫执法 问过很多次,当友方说到欺诈情况那么严重 而友方又说到转胆法例那么好 结果理应在立法之后出业不少提供被成功检控 结果又是空想 问友方怎么解释台湾政府明确指出的 台湾国际家目前并没有任何国家就转胆发引入第三方验证法律 友方又否认不到,即是友方声称参考法律的国家 他们的转胆法只是要求公开机率而无法验证真假 问友方中国转胆法下,除了商品说明条 都处理到的游戏中长机率和宣传机率不符合 此外,台湾国际家已经问过了 有没有任何案例是以GLI验证发现厂商机率 虚假然后点控入罪? 没有,整场比赛一个都没有 友方整场比赛都跟我们说GLI验证技术有多好 但是现在的国子基劳副基的第三方验证技术 最厉害的GLI和BNN都做不到 虚拟抽包真实率的法律验证 友方根本无认证第三方验证如何保障消费者 今天友方这条转胆法我作为第三方 我验证,你这条是不能执的假法 于是友方就问我们了,反建议 友方不知道,你找不到更好的就硬吃我吧 这种逻辑是大错特错,病了未找到好医生 就要逼外饮区斜黑狗血 全球有部份国家都是没有转胆法 他们都没有反建议,他们不拿着 最后友方不知道什么是游戏,什么是趣味 友方一开始都已经提过 扭蛋,盲盒,出奇蛋 大家有没有买过,有没有玩过呢? 都不会公开机率 甚至不会说你知道特别版是什么 同样都可以引人狂买狂抽 但友方都解释不到 现实中存在的合理营销情况 为什么到了虚言手游就突然之间 就突然之间是罪恶 就要拉回 扭蛋盲盒 不明白明白 是源自于未知和期待的乐趣 拆礼之前,你开心吗? 拆礼前,你快乐吗? 而不伤害他人的快乐权力 是不应该被摩扎 玩马里奥兄弟大冒险 抽一个问号箱前 你连里面有什么都不肯定 但如果这一切变成明买明买 5元一粒模糊 10元一粒龟磕 这样好吗? 到时唯独 香港立法 原厂游戏 双铁销香港代理 最后没那么麻烦的 台湾市场 到那一刻 只能玩台服的你 这个是否就是 右方想为游戏家 带来的发展呢? 多谢各位 反方结辨发言时间为 4分14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最后请正方结辨总结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整合镜头事宜 可以 3 2 1 叮 用兵之法,无持其不来 持午有意待之,无持其不公 持午有所不可攻也 意思是打仗的时候 不能抱着僥倖的心态 博敌人不入侵 反而是要做好准备 就算真的被人攻打 都能有所防备 主席,评判助各位 最后一次,大家好 刚才这句话出自孙子兵法 官府金中外的战役 大多的势力 都是因为缺乏预备而落敗 汉宇以为刘邦明修赞到 因而有所松懈 结果就被航上暗渡神仓突击 反之想在战役中取得 这些优势就必须有所计划 从来都不是等到 危机杀到才会吃镜 因为往往到了这个时候 已经太晚 你都经验一万之 我们不妨用两个角度 去归立双方的分歧 第一,效应声 有方同学今天第二个论点到 清清楚地跟我们说 我们要保障消费者 但有方同学你自己看清楚 你口口声声说要保障消费者 但请问你们有没有提出过任何反方案 是没有的 即是他们口口声声说要保障消费者 但实质实质完全不重视不作为 讲实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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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就不了了之 有方同学说 相反说明条例可以规管这些欺骗的例子 然后有方同学说 相反说明条例是要等到 这件欺骗的事件已经发生了 等消费者自主去申报 自主跟消费者会说 现在被骗了 现在的钱已经没了 可不可以去制裁这些游戏厂商 但有方同学我方的方案是未遇纠谋 是在游戏厂商用假机率去蒙骗消费者之前 我们就已经可以做到事 我们就已经可以强制他们公布的机率 并且可以抽查到他们的机率真实实 如果他们完全不 即是如果他们的机率是假的 那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想假 所以有方同学我方的方案是未遇纠谋 而有方的是望样保留 雙方方案告一下勒坚 有方说 有方就说 现在的消费者 就因为看不到 使用条款 所以就不需要 就是规管都没用了 但是有方 按照有方的逻辑 是不是有方同学说 那些学生不听书 他们完全没有心机去上课 是否就等于不需要教育 教育无用呢 不是的有方同学 有方同学再说 现在我们看到转单法在其他国家的杀行 其他国家没有杀行 或者杀行得很低 有方同学按照你的逻辑 是不是行政区一国两阵 这些机制都是在外国完全没有实行过 那是否代表是没有用的呢 就是香港行政特别区 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 这些是废的 一国两阵是废的 所以有方同学今天的逻辑 就是完全不合理 有方同学跟我们说 我们现在举个例子 现在新公肺炎是药 然后旁边的其他国家已经爆得很厉害 疫情已经扩拆得很快 然后很多专家都已经跟你说 我们要戴口罩防疫 我们要戴口罩去确保 我们不会受到病毒的入侵 但有方同学就说 口罩没用 自把自为认为口罩没用 所以就不戴 完全忽视了所有专家所说的东西 那有方同学是否合理呢 第二 可行政 有方同学今天跟我们说 哦 GLI 是完全没用的 他们是废的 即是现在没有其他国家用 就等于没用 但是先看看 GLI 是什么来的 GLI 是一条龙服务 从抽查 从申请审查 然后验证机率 这些人们全部一手包板 再用这个全球最先进 最领先的RNG技术 24小时无间断地去监察 和抽查机率 然后再透过第三方 独立验证机构 确保他们自己是不偏不倚 以及公正 以及不偏不倚 以及公正 再包括这个4880 司法区都可以用GLI 而且好像 Strive Gaming 这些东西 不是赌博类的游戏 都可以生成 有方同学说 有方同学说 是否代表规管 虚拟抽掌 就等于我们 扭蛋这些东西都要规管 有方同学说 不是我们说要规管扭蛋 是扭蛋本身已经被规管 扭蛋本身已经被规管 扭蛋本身已经被规管 已经是要拿这个娱乐牌 所以有方同学今天 所有两年都站不住 因此今天变题绝对成立 多谢各位 正方结辨 发言时间为4分13秒 无过时 无需扣分 比赛来到这里 告一段落 评判如果准备好分子 都可以跟我说声 我们在评判处理完分子之后 就可以逐一请他们为 今场比赛给一些评语 在这个时候 请双方留在圆位等一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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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先请中文辩论队 负责老师李子郑老师 去为同学做一些分享 有请 大家好 多谢两边的同学 我认评 这个条例就比较新 我想我们知道 也不是这么容易 大家都做得很好 我说一说主线的建构 我觉得正方是很适合的 就是防止玩家被骗 还有现有有法律漏洞 所以消费者权益就需要受到保障 而正方我想提出来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GLI 国际研究无间断卡士 有些很专业的字眼 我留意到正方说 360个博彩监管机构 还有480个司法制度 但是正一拿出来说 就变成了480个国家 多少个国家 我觉得要分分清楚 可能有些国家里面 自己本来有不同的州份 或者省份 可能他们也有些司法制度 有找GLI帮忙 所以就变成了 其实不是这么多个国家 因为全世界应该有200多个国家 但是这样用的 用得不清楚 我就这样 是否有些水份 是否吹水 所以我开始 都有些怀疑了目光 特别是你们去 提供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就是说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R&D技术 我觉得其实 你说24小时 因为我本来是教电脑 你说如果我拿到 游戏开发商的 然后从而 用一些数据 去不断测试 这个游戏 究竟是不是 所有游戏开发商 都愿意把原材料 就这样交给GLI 以及这件事 是不是合法呢 我觉得背后 都有些事情可以谈 但是我开头 如果你解释得不仔细 或者你说得 就是太个技术 我觉得 要再贵民表现 就是你说 一定可以的了 24小时 我可以学习拿席 说话很衰端 我就觉得 你可以解释得深入些 就是可能一步一二步 说多一点GLI 其实怎么做到这一件事 而有些什么现实的游戏 而不是实体的游戏 已经在用这件事 而弄得很好 我觉得在去面对 反方的一些挑战的时候 会来得更加好 就是可能 我在听你们的说法里 我觉得你们很相信 他的功效 但是其实 他怎么运作 好像又不是很仔细地 就是知道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位置 可以做一些改进 那至于反方 其实就 你们是 会比较 想着他用中国 和台湾的一些例子 就是去讲 其实似乎 现在转弹法 都是有它的漏洞 还有还有 是做得不够好的 那他们也都没有用 那我自己个人 做评判的时候 就觉得 如果你要讲清楚 其他国家 为什么没有使用到 该技术 或者其他国家 为什么没有用到 这一类型的立法模式 其实可能要解释得清楚一点 因为我很多时候 在版一版二的时候 就是一副同二副的位置 都会听到 如果真的这么用 其他国家 为什么不用 我觉得轻轻问一下都可以 但是解释其他国家 不用背后 是我觉得重要一点的 这个位置 就是例如 GLI 是不是 这个第三方 那你应该讲清楚 它是谋利的 它是一个商业机构来的 那如果游戏开发商 大于腾讯 或者大于一些其他 很有钱 过千亿的游戏开发商 如果他们愿意付钱 去做一些商业行为 的话 其实是不是会 令到GLI 不能够作为一个 很公正的第三方呢 那 我觉得这些位置 其实可能可以多说些 不要花太多时间去说 为什么其他国家不用 本来真的有缺陷 这样的 那另外呢 其实我觉得反方呢 在一副的时候 都有讲到消费者委员会 和海关的商品说明条例 那如果你们觉得这两样东西 是做得到 和做得很针对着 现在那个制度的问题 那个漏洞的问题 其实应该做些少讨论 但是你又有说 那又没有讨论 那其实你们可能建构主线的时候 究竟你是想着说 还想着不说的呢 如果不说的话 那就不如是不要说 反正你们是反方 基本上 其实你们 不是真的有个论政策人 去说清楚这件事 是吧 那如果你想着说的话 那不如你就说得深入些 有些什么他们做到 现在正在做的 因为上一场呢 另外两家学校呢 有针对着 商品说明条例 和消费者委员会 其实是有一些针着 那我都觉得 其实商品说明条例呢 已经下台的徐英委局长 其实都有说过 其实是可以去做一个 是可以去调查的 是吧 所以我觉得 要不就整条线 很确定就说 要不就很确定就说 那就不要说些又不说些 是 另外有两个位置 在主线 我觉得其实是 有点怪的 就是因为你们 经常都说 有70%玩家 看不到在内地 那我就在想 因为你说 把这些基率 写了在过万字的条款 所以玩家看不到 那就等于没有用 所以就不应该做 那这个位置呢 我自己觉得就是 第一是玩家看不到 是不是真的没有权力 去看这些数据呢 还是其实 玩家是看到的 是放在条款里 不过几万字 是懒家玩 是懒家懒 他自己不去看呢 如果是后者的话呢 似乎 就不应该 因为这一件事而不做 不是因为他看不到 事实上数据放在那里 不过放得很坏格 你知道放到那些条款里 又小了又过万字 又不做一个很好的分类 那你看的时候 就会觉得看得很辛苦 所以就没有人再去看 所以这个位置 我觉得其实 在我心目中的逻辑 似乎就是 不是真的看不到 而是懒 所以没有人去看 那如果懒 没有人去看的话呢 那其实就是说 如果有人想挑战他这件事的话呢 是应该有数据 有地方可以看回到这件事 有挑战的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个逻辑要搞清楚 那第二个逻辑呢 就是说 因为有很多法律的东西 要你自己计算一下 数据给我看 八万二千五百元 就比不起 就是玩家就比不起律师费 比不起堂费等等 那我自己呢 就觉得 这个逻辑 都是 难去成立的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有很多人 就是 有很多人如果真的没有钱 那就不需要 就没有钱 或者是不够那个 经济成本 去做这一样起诉的话 那这件事就不应该成立的 我都觉得 是不应该这样说的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很多贡人都不需要打官司 或者很多条例都不需要立法 因为根本 很多人都根本 给不起去打这场法律 就是打这个诉讼 那所以我觉得 在这两个位置 在运用上面呢 是 有些难度的 就是可能要再想一下 建构主线 为什么要这样选择 不过我都想赞一下 德兰同学仔 无论的反应 都是很好 所以可以将一些主线 一些比较弱的位置 其实可以 都收得起来 我觉得是很值得赞上这些位置 那最后来就 都想提一下 德兰有些同学仔 比如说 你们在反主的时候 是有问过扭弹啊 盲盒啊 那些需不需要喇叭啊 那政方没有回答你了 他没有回答你 可能他听漏了 或者觉得很 minor 他不懂回答 他觉得很 minor 他不需要回答 他觉得不懂回答 但是 我听到反应出来 我自己就不喜欢 听到这些字眼 这些事情 就是 你说我没有回答 就是你觉得不需要 那我自己就觉得 为别人不回答 刚才我说了有三个可能性 那不要别人一不回答 就等于觉得不需要 你可以再追问 就是反而再笑 你都觉得不回答 是不是就是完全 没有反击之力呢 就是可能隔多一个 layer 才再这样说 就不要直接说 你没有回答你觉得不需要 在这个心目中 一些评判去听的时候 我自己是觉得很容易 这些是 logic fair 来的 那所以就 就是 和大家说回 就是正反两方面都是这样 那我觉得最主要的政方就是 讲GLI的时候 就有些水分 不是很实打实的 那如果可以在这方面做得再好一点的话 那我想相信对于 整个平台的建构会更好 那我意见到这里 谢谢 感谢了美知静老师的分享 我们接着有请 香港数人大学中文辩论队前面 袁刚乐林先生 去为大家给一些评论的 有请 大家好 我刚刚在下转了全市的对决 想看看他有没有抽蛋的机率 但是他还没有下转到 不过不要紧了 但是我想问一下呢 其实那个RNG在正方 其实是什么来的 那个全名是 这个RNG是什么来的 这个RNG是什么来的 英文是叫Random New Moral Generator 就是随机生成数字 去测试你的机率 真实性 那GLI是全球里面最顶尖的 但是GLI的全名是什么来的 就是 是 不知道 我純粹是好奇问一下 那GLI是跟赌博有没有关系的 就是跟赌博是没有关系的 还是 还是他的机构名就叫GLI 是 是 GLI是 Gaming Laboratories 就是他的服务范围 可以拯来 但是他不只是可以拯来 OK OK 那我或者说一下台下和劫变 因为我觉得两边都有值得赚的地方 那台下呢 我会觉得正方就很简洁 那首先就 归纳了 其实是不是不能打 或者看不到 就等于不用做呢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都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其实今天反方呢 就举出了两个弊处 就是譬如说是法律成本很高 和 太太前 法律成本很高 和呢 根本的执法呢 都相当之困难 那我就会想 其实究竟反方的蓝图 是不是因为这个法根本不可行 所以呢 他就不应该立呢 那样 因为如果说不到他究竟 那个根本不可行的地方 在哪里 的话 我就会觉得这个似乎是一个利弊的比较 比较多一个应验性的比较 那所以我会欣赏 就是台下的 正方台下的同学 就很简单地帮我们 就是帮我 问了这两条问题 那然后 然后 反方的台下呢 都会值得赚的地方呢 就是他们比较清晰 就是譬如说 他们会要求正方交出一些例子 和呢 要求正方 或者他们帮正方去解释这些字眼 就是譬如刚才讲的那些RNG 那我觉得这一 这方面都会有助我去理解 究竟 哦 原来呢 今天讲的那些 可能很游戏 或者很 资讯科技的 专有名词 是讲的些什么 都欣赏的 那去到结面那里呢 我就会觉得 正方结变就比较完整啦 因为呢 他有用到游戏 这样去做首尾呼应 那但是呢 就是我会觉得 中间呢 就可以再讲多些 就是其实 你说到最后 为什么你会想说 执法立法这么困难 都是因为想说 他根本不可以做 但是如果你说到 他根本不可以做 但是你又举得出 万几字的条款 那就是其实 是不是他是可以做 只不过做了之后 没有人跟 就是譬如说 如果我还过 冲过了红绿灯 那样 我是不是应该 要去自首 还是怎样呢 那我会觉得 就是如果你举得出 万几字的条款 那就是其实 他是有可能 可以在游戏里面 做到 就是公开 他的那个 抽蛋的几率 那但是原来 只不过最后是 根本 各有 就是你 正所谓 度高多少尺 摩高多少丈 那跟着 所以就是 就是会觉得 如果你今天 纯粹是因为 一些执行上 就是可能 有得 继续掩耳到零 那样 你会觉得是不好的 那你就说一下 为什么他会不好 我会想知道 多些就是反方 究竟是 就是 为什么你会觉得 做不到 就不做 或者是 如果有万几字条款 遮住了 就应该不应该做 那样呢 那我会想知道多些 就是为什么 这是一个不能执的假法 那去到 正方我就会觉得 都 值得赞赏的 就是很清晰 就是他会比较到 其实今天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 就是不作为 那如果不作为的话 那 美与囚谋 不是更加好吗 我会觉得是 就是 正方就会更加清晰地 比较到 给评判听 原来这两个方案 在上面是有什么不同的 但是我觉得值得注意的地方是 就是可能 有时候中间有一些 类似反驳的位置 就可以做得更好 就是 我一开始就很欣赏 那个是否不听 就代表老师不教呢 那 都评判得有老师的 但是 我会觉得之后那些 就似乎是 太多 比如说是否行政区夹费 就不要呢 口罩没用 是不是就不戴呢 那我会觉得 如果预期是 放在这些时间 就是将这些时间 放在这些比喻上 我会觉得 倒不如说一下 其实你为什么觉得 应该要 未与囚谋呢 今天那个未与囚谋的 需要性是在哪里呢 那如果这个问题是 真的好像打仗那么迫切的 就是好像 对 好像打仗那么迫切的 那是否应该要 现在 这个时刻 立刻做呢 那我又会想 那其实 如果这个问题 一直持续下去 那问题究竟是会有多大呢 那我又真的 不是很想到 就是譬如 如果我一直都不公开 那些抽蛋的几率 那些人是不是会 就会停止抽蛋 或者那些人是会 越抽越沉迷 那跟着沉迷到 可能亭家当产 那会不会有很多 好海量 这些情况出现呢 我又真是 未必预见到 那所以 我会觉得 与其是讲 其他的比较 倒不如是讲一下 你为什么 在政方的立场 究竟为什么 要未与囚谋 以及 究竟这个问题 是不是这么迫迟 这样 我要讲的就是这么多 我的传说对决都download 到 等我一会 等我一会 谢谢 谢谢 是的,這個金幣掌詞裡面是沒有這個機率的了 即是我在這個金幣掌詞裡面找不到有多少機會率 好,交給下一位評估 好,謝謝郭棟林先生 最後我們有請香港城市大學中文辯論隊隊員劉淳小姐為我們做一些分享 好,謝謝,可能要課金才有機會看到我的記錄 好了,我就著今天的表現講一下 其實因為今天我已經第二場聽這條片題 我們三位評判到 所以對於轉彈法的方向都有基本的認知 但是GRI這個第三方的檢測是第一次聽的 對我來說 所以其實同學不斷說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是非常疑話 因為你們說有GRI,有GLI,有CRI 說到我一塊雲 然後又有RNG 很多這些專業名詞 但是我很欣賞你們 雖然面對這三個六個這麼複雜的英文字母 但是處理得不錯 亦都解釋得很長盡 告訴我到底這是什麼 對於我這些完全理解不到的 可以說得清楚 可以說服到我 告訴我這是什麼 讓我有基本的認知 但是同學也要小心 就是你們說話的語錄 真的很快 快到好像RAT 尤其是去到負面的環節 你們是說話一輪了 因為我以為我開了二倍槽 所以可能你們 你要記住 變成一個活動 你要說服別人 你要說服別人的時候 你自然要讓別人聽到 究竟你在說什麼 如果你語錄太快的時候 其實都不是一個 presentable的做法 寧願比起說更多 反而更好的做法 是說得清晰 而說得的內容 是說重點 其實你的表達分數 都會高一點 其實我看回這條辯題的時候 我看到這條辯題是 應然性的辯題 但是我去到聽你們的 陳述和展述的時候 我就會有點疑懷 因為你們很少說 立法的必要性 反而你們不停地 專注於可行性方面 就是GLI這件事 整場都是在爭論這件事 我就覺得很疑惑 為什麼要爭論這麼久呢 這個戰場究竟值不值得 你們花費這麼多時間下去呢 因為其實 說真的 一方面你就說 GLI這件事有用 一方面就說這件事 用不了的 你說來說去都是 一些老虎機 或者實體的麻雀機 但是另一方面又跟我說 原來不是啊 現在的Apps已經在做了 它很厲害的 但是另一方面又說 台灣舉個都做不到啊 我就會覺得很疑惑 這個是黎嫂戰 還有我覺得你爭論這麼多 其實是對於你去論證立法的必要性 所以其實去討論究竟這條法例 要不應該立法的時候呢 一定要跟我說 究竟為什麼我要立法呢 就是立法的原因和必要性可在 那因為其實我一開始聽到的是 就是反方一出來 可能會問多一點的問題是 可能說是 扭蛋啊 出奇蛋法啊 這些 是不是都要立法呢 那去到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就是究竟你的立場認為 轉彈這件事 算不算是賭博呢 因為其實賭博有些國家認為 是的 歐美的國家就會認為 轉彈是賭博來的 但是原來有些地區 我覺得不是賭博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賭博是說以小博大 但是原來呢 這個轉彈呢 就是一定要同等價值的 純粹可能是一種消費模式 萬合經濟這樣 萬合經濟這樣 那變相這些討論呢 其實我都比較希望聽得清楚 多一點點你們的立場 而反方呢 一開始一出來開這個戰場的時候 沒有很好地把握 因為其實我都會覺得 其實這個戰場是對你們有利的 因為你們說可能說 轉彈其實可能是銅出其彈 一樣只不過是購買銅等價值的 一種消費模式的時候 其實根本不應該特別去 為了轉彈而立一條法例 那這個戰場你開得這麼漂亮的時候 但是後面沒有好好去追 然後把握再去做一個好的收割 你們的收割太趕了 就是剛才評判到我說 你們不認真的 那就是了 那不是的 就是你們實際上來說 一個辯論的環節 你應該要先追問了 追問了 追問了 好啦人家真的不認 那你才幫別人樂意 而不是 一來就說 你不認真的 不是這樣的 OK 然後呢 去到第二個位 就是 第二個位呢 去到有沒有用這件事情 就是這條法例有沒有用這件事情 就是 反方很堅持 就是說 中國七成人都看不到這個機率 那 所以 都看不到 那就真的沒有用 那我這個就有一個很大的問號 好了 為什麼呢 因為 就是那個水蛇窗這麼長的條款及細則 全部 就是有很多 你購買任何商品的時候都會有 可能你去H&M買衣服 那它都會有條款及細則 寫在收據上很小 那是否代表它沒有用呢 不是的 雖然你未必看 但是當你有任何的法律訴訟 或者是有任何的爭拗的時候 都是依據著那個水蛇窗這麼長的條款 及細則去判定究竟誰是誰非的 那所以它的存在呢 雖然可能有消費者是真的看不到 或者是它懶 它近視看不到 那但是它的存在呢 是有用的 都是保障 不論是保障消費者 亦都是保障中的商家 兩邊都一起保障中的 而並非單單說 我只是保護一邊而已 不是這樣的 還有 有一個邏輯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你們去講一些法律的例子 就是法律紛爭的例子 我覺得挺好的 拿出來講 但是問題是 反方有一句 就講了一個邏輯 就是因立法而引起爭執 而引起法律紛爭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其實它的紛爭 是不是因為它的立法而產爭 未必猜 可能是 你現在在說 商品說明條例 或者是 商品說明條例 原來已經在保障的時候 海關那些 其實可能都有這些 投訴 都有這樣的紛爭 是不是真的因為這條立法 這條法例的出現 而誕生 這些紛爭 那這個邏輯 這個因果關係 我想 同學們需要搞清楚一點點 那麼 還有 到了正方的時候 我就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 你們說 當你 遊戲上架之前 如果你不過那個 那個機率 不過那個 G L 其實已經阻止了它 上架 我有個疑問 就是 那現在上架中的遊戲 那它的處理手法是怎樣呢 是的 因為你說的是 未上架的遊戲 那上架中的 會又是怎樣處理呢 那我覺得這些 都可以再說多一點點 那麼 是的 還有 推論的環節 我就覺得 你們太過黎小 集中在 GLI的可行性上 對於你們來說 都不是一個有利 或者是有效的 爭論 還有 最後我想說的東西 就是 你們 因為我們看了兩場辯論比賽 那麼 我們發覺 我就發覺 你們這場辯論比賽 的同學 是比較 說的東西比較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不停地 純粹只是說 對於消費者的保障 是有多少 那麼問題是 其實你這個立法 都會影響到一些 遊戲的發展商 他們的商家 那麼對他們來說又是怎樣呢 他們的發展空間又是怎樣 是好了還是壞了 我覺得這些呢 你們都可以說得寬一點 而不只是討論 GLI這件事情 就會更加好 那麼這些就是 我想說的東西 今次介紹一下 美主席 謝謝劉成小姐 那麼在公佈賽果之前呢 會先為大家公佈 今場比賽的 最佳辯論員獎項 今天最佳辯論員是 正方第二副辯 古卓謙同學 現在為大家宣佈賽果 今天的辯題是 香港應引入轉蛋法 正方拔稅男書院 反方得難中學 正方得票為3票 反方得票為0票 換言之由 正方拔稅男書院勝出 恭喜 那麼今場比賽呢 來到這裡結束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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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